接下来我们尝试用我们前面教过的内容不需要用计算 你就知道它应该是相加还是要怎么处理我们的总电阻问题 第一件事情电阻串联的时候总电阻会增加 等一下会交电阻病人的时候总电阻会减少 这件事要记好 有一些考试题目不需要什么计算 你只要记得串联电阻会增加并联电阻会减少就解决掉了 所以这样做 好了串在一起就是越接越长对不对 串在一起就是越接越长嘛 那我们前面我跟你教过了 电阻会跟长度成正比 所以长度越长电阻就会越长 所以串联就是长度变长 所以串联的时候电阻就会增加 串联所说的好了 刚才讲过了我们的长度跟电阻成正比 所以我就可以拿长度来代表电阻 我们就用长度来代表电阻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电阻串在一起 就是等于长度串在一起 请问你长度串在一起的时候总长度怎么做的 加起来嘛对不对 一公分两公分上面会把它加起来 所以总长度就是个别长度加在一起 所以总电阻就是分电阻怎样 相加 所以总电阻就是分电阻相加 我们用长度的想法 就知道串联的时候 总电阻就是分电阻的和 就是第一个串联的变化 那同理并联呢 刚跟你说过了 串联的时候电阻会增加 并联的时候总电阻会减少 要记得这句话 有一些考题 只要懂这句话答案就出来了 好串联电阻增加并联的减少 好那么就好像怎样 并联就像怎样 越并越粗嘛对不对 并联就变粗了 那么前面交过面积大 电阻小嘛 电阻跟面积成反比嘛 那所以你现在呢 我们的是电阻跟面积成反比 所以电阻的导数就会代表面积嘛 电阻的导过来就会代表面积 那么现在这个面积是二 那个面积是三 这个面积是四 并在一起呢 面积要加在一起嘛 面积要相加 面积要相加就是 电阻的导数要相加嘛 电阻的导数相加完之后 就是面积相加 就等于总面积 那总面积就是总电阻导过来嘛 导过来导过来 因为我们的面积跟电阻成反比嘛 所以就会变成并年的时候就是导数相加的导数 导数相加导数就是面积加在一起的意思 总面积是分面积加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这里我不需要透过前面的数学公式的推导 我用前面交的跟长度成正比跟面积成反比 我就自然而然的晓得 串联的时候 总电阻等于分电阻的和 避连的时候 总电阻的导数就是 分电阻导数相加 导数相加的导数 就这样出来的 OK 就是让各位了解一下 用观念来解决串联跟并联的问题